鮑魚 干貝 佛跳牆滿滿一盅 還有香菇 白菜超級澎湃 光看就口水直流 還有烏魚子造型掛包 可愛指數破表 配上慢燉東坡肉 油油亮亮 吸筋又美味 一整桌板豆粥菜 居然都是薄薄的專屬年菜 好好吃 小朋友開心吃年菜 吃得津津有味 一口接一口 還有特別應景兔年的兔兔麵 超級可愛 六道年菜擺出來一整桌 都是媽媽自己研發 讓小寶貝過年也能吃得超澎湃 雖然經過過水 但是還是調味還滿重的 小朋友可以有自己專屬的年菜 還是特別嚴選的以外 我們切的大小 也是小朋友試口心比較好的 年菜改變口味 小朋友也能吃板豆和滿足 還有冠軍造型饅頭 更是一秒抓住小朋友目光 兔子寶寶 饅頭造型超別 至這裡一整尾龍蝦端上桌 還有蝦子 雞腿 晶圓棒 豬腳以及蟹肉棒 Q版圖案五顏六色 兔年吉祥物更是不可少 看起來都像真的一樣 想到擺饅頭上面 是不是可以加一些造型 它難在於不是它的角色 就是它其實是發酵的那個過程 媽媽給孩子的滿滿心意 研發各種造型饅頭 還參加比賽拿到冠軍 小朋友過年吃好料 版的整桌超豐盛 還有可愛造型饅頭 寶寶扮桌年菜色香味俱全 吃飽好過年 記得拆雙集 陳山山高雄採訪報導 我是林佩潔 從生活消費政治議題 到國內外的最新話題 透過鏡頭傳遞新知 我在中市帶您掌握大小市 更多資訊請您鎖定 中市的Youtube頻道 同時要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 中市議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